酷克还来请郑凯吃饭吧 郑凯您知道吧 就那个演员 我知道啊 他请不到胡歌啊 因为胡博帮华为代言啊 对 这退而求其次请了郑凯 是啊 那就表示他准备到老二了 因为他请不到胡歌啊 哦 寓意在这里 难怪要挂了 还是亮哥火眼金金 来亮哥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这次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参加中国版的达沃斯 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了啊 这个酷克也在 中国高喊说 我会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而且高喊就说 哎 中国的心智生产力 他也认为好 中国官方其实对于外资外商 也有很重大的动作 刚刚提到的中国达沃斯 呃 今年哦 因为之前是华尔街日报爆料 说今年不一贯利哦 不是由李强总理 不是由总理来接见 这一些外企的高层 反而呢是预计是由习近平出席论坛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晤来代替以前的总理的会晤 但是也还有提到因为在今天还没有正式订码说相关名单还在安排当中 我想请亮哥这次算是破例了中美破例了中国亲自由最高人这个习近平主席亲自听跨企业CEO的意见释放了什么信号 而且这次来的人很多哎 去年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吗 只有23个美国商界领袖出席 今年美国是最大的豪华代表团哦 有34名都是来自美国的 去年您还记不记得当时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办的一个习近平主席的晚宴吗 一桌就要价的是4万美元 好亮哥有听到吗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今年的热情和去年的热情相比 亮哥我们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反映出美国市场 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了 有听到声音吗 有听到一直有听到 我刚怎么觉得网路断线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这次事实上是美国企业对习近平的回访啊 因为上次习近平去旧金山 我们就看到了 他不是有跟那个美国企业界的一个很盛大的仓会吗 对对对 那还买了很贵的门票嘛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他们有心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发展论坛 那大概就是比较笃定要重视中国市场啊 不然不会特意来北京这一趟啊 那这个这里面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的基本的政策的路线啊 就是事实上习近平早就讲过了嘛 就是中美如果联邦政府走不通 老是卡卡卡卡 那拜登讲话都不算数 事不意无意到现在什么都没看到 那我们就走民间啊 我们走地方啊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讲过的话嘛 就是我不走中央我走地方我走民间嘛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城市啊还有州 在最近都有对中国做访问 那只是美国媒体不去报导而已啦 事实上城市是市长是蛮多的啊 那现在就是让企业家扶上台面啦 哦就是那这个 反正你拜登卡卡到处共和党民主党那边斗来斗去的 那年底又要大选 联邦政府混乱乱无章法 那我就跟企业跟这个地方来做交流嘛 那我觉得美国企业这个也叫做盛情捧场啦 就上次去习近平去旧金山 那那个坦白讲是美国主场 那现在这变成北京主场 那如果两次聚会都有参加的美国企业 那大概就是他重视中国市场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也蛮明显的 就是他还是希望招商引资啦 能够更开放面对外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 有越来越多的单方的开放哦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欧洲 那个叫单方面签证 事实上还不止这个 我还看到了中国大陆单方开放农产品市场 尤其对部分的欧洲国家 然后对你们隔壁那个澳大利亚 对不对啊 可能要开放红酒了嘛 对不对啊 因为澳大利亚对比亚迪对抖音 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意见嘛 对不对啊 他可能还进一步会开放 因为中欧投资协定眼看在欧盟在欧洲要过的机会不高 那干脆就把中欧投资协定 中国要答应欧盟先走的那些项目啊 就直接对外宣布要单方开放 哦是是是 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不只包括进口博览会了 还有供应链博览会这一些 欢迎这个外国的东西进来卖啊 不只啊 他可能还会开放一些服务业啊 比如说这个金融业啊 他就允许外资在银行跟保险可以全资嘛 对不对啊 那中欧投资协定本来有一个项目叫医院 医院 他也要开放让外资进来经营医院哦 是 我觉得这一些中国大陆很可能都会放手啊 因为 中国大陆大概也发现到自己的服务业啊 有部分真的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竞争啊 不然就太安逸了 啊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那个中纪委刚好才对中国的医院系统去做整顿嘛 不是吗 嗯 所以坦白讲如果服务业是竞争激烈哪有腐败的问题啊 对不对 中国有一些服务业是竞争的极其激烈啊 比如电商啊 激烈到已经不行了啊 那可是医院这种体系呢就是缺乏竞争嘛 那金融呢缺乏竞争嘛 我认为 这个郑永连教授讲的话快要成真了啦 是 中国即将走向单向开放的招商引资2.0啊 那习近平这一个发展论坛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体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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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